新东协新商机 新南向新希望 看见新东协节目 带您前进新兴市场 探究东南亚国家的经贸现况与未来发展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叶斯敏 今天节目我们要带您来回顾 2020年台商在全球的一个布局现况 2020年对全世界来说是非常难忘的一年 因为有来自新冠肺炎病毒的全面冲击 再加上美中贸易战火延烧的双重压力 冲击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 还有企业的经营 在各国的经济 几乎都是一片哀鸿遍野的时候 台厂却是一枝独秀的 受惠疫情下来自半导体 还有电子业转单甚至是集单 台厂靠着高应变能力 积极的提供高科技的零组件 从10月份开始 对外的贸易就出现了双位数的正成长 达到了11% 其中对中国还有美国两大市场的部分 是表现特别亮眼的 我们带您实际来看到数字 今年前10个月 台湾对中国的出口值 这边可以看到是1222亿美元 在这期间 台湾主要是负责接单的 那中国的部分则是负责身材 将两岸经贸关系的整合给极大化了 也缔造了贸易上的一个好成绩 而对全球的另一大供应链 美国市场的出口部分 也达到了412亿美元的好成绩 另外看到日本的部分 也有193亿美元的成绩 整体的年增率大概是落在 0.6%到13.7%之间 创下了历年的同期新高 不过我们也单看一下 对东协国家出口的部分 却是连三年的负成长 来看到数字 从2018年的出口年增率 就已经是负的了 再来2019年的年减幅 达到了负的7.2% 2020年的时候 也是负成长的 专家分析主要的原因是 台湾出口东协市场 大部分都是以门槛比较低的 像是传统产业为主 包括了石化的中下油 纺织的中下油 又或是金属加工业等等 这些产业竞争力 相较于日本和韩国 明显的是不足够的 再加上未来RCEP 一旦生效落实之后 对台厂的传统产业压力 只会是更大的 而针对现阶段的 新南向面临考验 台厂到底应该要如何突围呢 专家分析 过去台厂南向 大部分都是靠单打独斗 力量单薄 他建议台厂应该要参与 美国现在力推的印太战略 一起去东协发展 致力东南亚当地的 大型基础建设 今天透过节目 我们有针对国际局势和机会的深入分析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蠢蠢欲动 2月开始全球大爆发 从中国向外扩散 这场疫情冲击来得快又猛 台商也面临最严重的原料断货威胁 加上美中贸易战火持续延烧 美国加大制裁中国力道 让全球厂商意识到 分散产业链风险迫在眉睫 分散制造 尤其是分散 你的材料工业 包括这些应该都是工厂 每个工厂都在考虑的 很重要的理由 5月疫情笼罩 人口数破10亿的印度 单日确诊数动辄千人 商业活动被迫暂停 台厂在印度的布局也遭殃 部分传统产业至今仍难以复工 我们跟印度的活作已经有好几年了 但是目前疫情的关系 那边就等着说封城了 所以我们是非常的失落 现在就停顿 5月疫情在人口数超过2亿人的印尼扩散 死亡人数暴增 左科威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原本计划2021年完工的东协国家级计划 一带一路直接停摆 中印尼关系暂缓 反倒让印尼做生意的台商受贿 可降低来自中国在当地的低价竞争威胁 11月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出炉 拜登当选 美国高举印太战略大旗 强化和东协台湾合作 立抗中国崛起 同一时间由中国主导的阿塞 也确定通过 未来美中两大强权 谁能在东协掌握主导权 也将影响国际外资和台厂布局动向 柬埔寨或者是辽国 甚至于缅甸 未来到底是会力挺美国 还是会支持中国 现在有一些不确定性 但是东协的大国 举办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一方面他们跟中国都有领土纠纷 领海纠纷 二方面他们都是传统上 非常长期的美国的所谓的战略伙伴 经济的战略 军事的战略 大家就算不明着选边 但是大概在整个立场上 都会比较倾向美国 疫情对各国的冲击是全面性的 台厂也无一倖免 但台商灵活的应变能力 或许是疫情下 逆境生存的重要关键 国内制造业靠着接收 来自全球的半导体和电子产品 转单和集单 受到国际大厂追捧 第二季出口虽呈现衰退 但第三季就恢复了成长到6% 10月开始出现双位数成长 主季总处更预估 今年台湾出口成长3.86% 是少数在疫情下 GDP仍维持正成长的国家 不过如果单看 台湾对东协市场部分 自2017到2020年前十个月 连续三年对东协出口都是负成长 尤其2019年出口539.4亿美元 年减幅更达到负的7.2% 最惨烈 研究单位预估2020年还会更惨 我们往东协的产品 事实上是以传统产品 传产为主 那传产呢基本上台湾的竞争优势 本来就在下滑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石化的中下油 或者金属加工业 以及纺织业的中下油 这个部分我们的竞争力 是明显下滑 台湾南向面临阻碍 专家分析主要原因是台场过去多靠单打独斗 势单力薄 加上RSEP未来正式生效后 和中日韩竞争还会更激烈 想突围台场更应该把目标放远 借着美国新任当选总统拜登的印太战略 和国际打团体战才有机会 台湾政府要单独来完成新南向政策 是有它的困难性 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它的印太战略 当中已经有所谓的基础建设 跟金融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来参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的 这种所谓东盟的基础建设 国际经济情势诡决 又有来自中日韩的激烈竞争 新南向政策力拼突围 持续进入2021年 又是一场应战 环宇新闻林继祥 叶思敏台北采访报道 接下来带您关心到的是 英国的新型变种新冠病毒 在国际间扩散 目前新加坡也沦陷了 近期一名17岁的患者 确定是被变种的病毒株给感染了 让新加坡当局不敢掉以轻心 除了宣布将移工列入 接种对象之外 也开始在机场实施了 筛检的验证程序 不过防疫当下 我们也要带您来关心到的是 新加坡政府为了要救当地的经济 先前是寄出了旅行泡泡的政策 还要建立疫苗的输送链 另一方面 新加坡它作为重要的贸易枢纽 需要有旅行的来往 只有自己的国家免疫 其实是没有用的 还得帮助邻国 因此新加坡近期也将 当地的张仪机场作为疫苗的 奔发集散地 以加强运送疫苗的冷链设备 也可以帮助当地陷入困境的航空业 再来呢 还有快速的检验制度 以维持大型活动 可以照常的举办 经济学家就预估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新加坡的经济 恐怕会萎缩6% 另一方面 我们也带您一起来关心到的是 邻国马来西亚的部分 当地的卫生部总监诺西山 近日在脸书贴文宣布了 马来西亚的第三波疫情爆发之后 有85%的病例都出现了 A701V的变异病毒株 并且推测 这种新型的病毒株 可能成为传染性更强的优势毒株 而为了要抑制疫情 马来西亚的首相慕尤丁 他也表示说 政府已经和英国的药厂 阿斯特杰利康签约了 并且取得640万剂的COVID-19疫苗 另外他也和中国还有俄罗斯的新药 俄罗斯的药厂来进行协商 渴望取得更多疫苗 移民官扫一下QRMA 验证结果就算完成 从马来西亚和印尼 入境新加坡的旅客 现在起都得携带数位 或纸本的检测证明到机场 进行这道安检手势 技能加快通关速度 又可以防止有人假造证明 未来不排除扩大 适用于其他国旅客 新加坡政府小心在小心 毕竟境境内已有一名17岁公民 染上英国新变种病毒 当初疫情爆发破口移工 当局也记取前车之鉴 宣布将笔照本国人 将移工列入疫苗接种对象 新加坡累计已有15多万名 移工染疫施打时间表 尚未拍板定案 但能确定疫苗并非终结 疫情的零丹妙药 为了降低经济冲击 当局一直积极想办法 作为亚洲贸易枢纽 新加坡正计划建立疫苗输送链 接着把张仪机场打造成分发中心 帮助航空业 第二是检测速度快还要更快 好让国际会议与展演照常举办 再来是明年1月中 开放商务旅行泡泡 允许最多停留14天 专家认为随着疫苗接种普及 就业市场活练带动消费力可以预进通膨 未来几个月将有所回升 欢迎新闻处理山综合报道 接下来带您关心到的是 全球的震惊市场最大的变数之一 就是脱欧大戏了 确定会在2020年就会落幕 英国脱欧过渡期则是在12月31日结束 现在英国正在积极和其他国家达成FTA 而印太地区的部分 最新是和越南签署了FTA 另外还有新加坡的部分 详细情形我们请国际中心的资深记者 徐立山来带我们说明 立山 好的思敏 东协成员第一个与英国签署FTA的国家 就是新加坡了 规模是新台币6400亿台币左右 涵盖了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 那么协议之下 两国企业也将享有 欧盟与新加坡签署FTA 同样的优惠待遇 像是在四大领域 电子业 机动车辆及零件 药品及衣材跟再生能源生产 这四大领域 增加市场准入 免除关税 还有其他的贸易障碍 最主要的降税 时程也将比较欧新FTA 也就是在贸易生肖后 英国将免除84% 从新加坡进口商品的关税 其余16%将在2024年11月21号免除 那么新加坡也将维持 英国产品进口到新加坡的零关税待遇 英国是新加坡前三大的货物及服务贸易伙伴 也是新加坡在欧洲投资最多的国家 新加坡则是英国在东南亚最大的贸易及投资伙伴 签署FTA等于鱼帮水 水帮鱼 而且两国也同意在明年春天启动数位经济协定的谈判 期待作为往后国际数位贸易规则与合作的范例 好我们也带您持续关心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状况 现在变种病毒持续的扩散 东南亚国家都相继出现了病例 持续请栗珊带我们了解 好思敏变种病毒持续扩散 所以印尼决定锁国从明年的1月1号起 禁止所有外国旅客入境两周 本国人要入境可以 但要付出发前两天的核酸筛检证明 之后入境也要隔离五天 而且二彩都要阴性才能解封出关 印尼跟进日本成为亚洲第二个锁国国家 实在是因为变种病毒太难防 像是在马来西亚洲已经出现两种变种病毒 分别为D614G还有A701V 这两种变种病毒 前者之前就出现了 目前已经出现在所有病例当中 后者是近期才发现了 占了境内85%的病例 这两种病毒同时传播 才导致大马第三波疫情 如此的难防控 另外一个还要担心 英国变种病毒 现在是确定入侵了印度跟新加坡 印度的话有6例 这6个患者都是从英国入境 那么消息一出后 当局马上暂停所有来自英国的班机 而且这期间 返国确诊的旅客都要筛检 是不是感染了变种病毒 那么新加坡方面确诊的是一名17岁女子 她从英国留学返国确定感染了变种病毒 另外还有11人初步检测呈现阳性 还要进一步确认 那么究竟要怎么把关变种病毒 不让她乱窜呢 新加坡航空是推出了数位健康验证 由印尼跟马来西亚的旅客率先试用 什么是数位健康验证呢 就是印尼大马旅客在前往新加坡前 要先在本国的特定诊所来检测 检测之后会收到数位或是纸本的证明 上面会附带QR码 那么到机场check in的时候 移民官会用手机APP来验证 证明这个健康证明是不是造假 二来也可以加速通关 那么还记得吗 其实新加坡在当初疫情爆发的时候 破口是移工 所以李显龙他也记取了前车之鉴 说移工将会比照本国公民 列入疫苗的接种对象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难缓和 虽然在柬埔寨目前不到300例确诊 但在当地 比病毒更令人担心的是 小额信贷的危机 当地的非法代方 经常喊出30%的惊人年利率 预估将造成呆账 严重冲击柬埔寨当地的经济 更多细节广告回来 我们带您了解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开发出了一款用水凝胶 做成的智慧一体窗户 可以随着阳光的强度 自动地调整透明的程度 能够遮阳也能隔热 还能有效地减少能源的耗损 而且这个制造成本 比传统的窗户还要更低 眼前的窗户随着阳光变化 切换透明程度 不说您不知道 这可是用水凝胶 做成的智慧窗户 这款智慧窗户利用水吸热的原理 自动变换透光绿 不仅能遮阳还能隔热 目前许多大楼用的玻璃帷 节能效果不佳 更成了气候暖化的潜在帮凶 最终的气候都会被窗户离开 所以我们需要 这些技术很快的方法 因为我们认为 它能帮助全球温暖化 建筑物一天的最高温 比一般玻璃窗减少了摄氏约5度 平均减少45%的空调耗能 噪音可比双层玻璃窗户 再降低15% 而且制造成本还比传统窗户更低 更重要的是 整体的节能比率更是吓人 这款一体智慧窗户 成为节能建筑的一环 也能加入对抗全球暖化 也为地球环境尽一份心力 环宇新闻林博宏综合报导 接下来带您关心到泰国的部分 首都曼谷近年来空污 还有塞车的问题都很严重 当局势期盼能够靠着 魅南河的水路苏宋来解套 然而传统的渡船 它是靠柴油引擎发动的 同样也是会造成空污的 另外还会为沿岸的水上人家 带来噪音的困扰 因此曼谷当局日前是推出了 全电动的客船计划 不仅噪音小了 也减少了污染 快船一到通勤族风涌而上 泰国首都曼谷出了名的运河多 过去更被誉为东方威尼斯 靠着东西向的运河串连转成南北向的捷御 是最带地的交通方法 也是进入旧城区最快的交通方式 更被视为曼谷塞车问题的唯一解法 然而曼谷水路交通繁忙后 却苦了魅南河旁的水上人家 他们住在运河旁搭起的高脚屋 平时靠着捕鱼为生 但是以柴油发动的渡船 不但噪音大 污染空气也污染水质 为了响应当局的泰国4.0计划 在交通运输上使用替代能源 使得曼谷日前退出全电动客船 是业计划为期三个月 八艘船一天就能载运一千名领客 EV是一种的 进行第二步 去指导人 甚至政府 去看更严重 去想要有EV 或电动车 因为是是 对地球友好 电动渡船不但行驶时安静许多 沿岛上还加装了太阳能板 能够船上照明等设备供电之右 而曼谷连续四年 被凭为全球游客访问量最大的城市 近年来却为空污问题所苦 当局看好 纯电动客船不但能为曼谷市民提供便利的搭乘服务 有助于改善空气品质 打造干净的市容 更将成为观光业的新卖颜值一 华与新闻 陆桥平纵报道 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 持续地在扩散 虽然在柬埔寨 目前的确诊数还不到300例 但是当地比病毒更令人担心的 其实是小额信贷的危机 而所谓小额贷款的本意 就是提供金元 给一些无法求助正规银行的贫穷人民 尤其是在柬埔寨当地政府 它缺乏监管之下 有的非法贷方居然还喊出了 高达30%的年利率 使得越来越多的穷人 陷入了常债的恶性循环 预估当地数百万笔的小额贷款 可能形成呆账 将会严重冲击柬埔寨当地的经济 因为他在柬埔寨中 我已经担心了 请不认识 我已经担心了 我们不认识 我们可以担心了 蒸池类数欠钱快欠到走投无路 有类似遭遇的人 在前浦寨农村地区不在少数 我们已经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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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卖房 卖地 出国当外劳 最惨的是逼亲生骨肉做铜工 新冠肺炎加剧柬埔寨人的债务噩梦 早在疫情爆发之前 就有两百六十多万人 背由小额贷款 欠款总额高达一百亿美元 还不算尽没上政府登记的非法贷方 我们已经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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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额贷款本意是既弱扶贫 但在柬埔寨政府缺乏监管之下 反而变成一颗包裹糖衣的毒药 居然有盈利企业喊出三十%年利率 根本不小额 我曾经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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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东墙补西墙陷入无限回圈 算下来柬埔寨的人均贷款额 已经来到三千八百零四美元 高于平均年收入一倍以上 更贯居全球 随着疫情冲击就业 可以想见未来会有更多人挣扎求生 关于新闻水地山综合报道 说说东协市 带您花几分钟的时间了解东协国家现况 首先带您关心 泰国曼谷西南的蛟龙仔 错府海鲜市场爆出了确诊病例后 当地的卫生部筛检了当地1192名 在海鲜市场工作和密切的接触者 并且公布了筛检的结果 共有516人确诊创下了单日的新高记录 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新加坡首批 向美国辉瑞药厂采购的疫苗 在近期抵达新国了 在新航专机的运送之下 顺利地从比利时抵达了新加坡的张仪机场 成为亚洲首个拿到辉瑞疫苗的国家 最后带您关心到的是马来西亚的部分 马来西亚的政府从多元的管道 获取了新冠肺炎的疫苗 更在近期和英国还有瑞典合资的 阿斯利康治药厂 签署协议购买了640万剂的疫苗 另外从美国辉瑞药厂供应的首批疫苗 则是在预计2月就会抵达了 以上是本周看见新东协的节目内容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要带您关心 美国财政部在2020年的12月 根据了汇率操纵国的三项标准 将越南正式列为汇率操纵国 将给越南当地的央行极大的压力 未来越南顿面临升值的压力 预估将会冲击在越南的上万家台场 更多细节下周我们带您持续关心 节目后也欢迎您搜寻 环宇新闻网 又或是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看见新东协节目 而我们的影片也会同步在网路上上架 欢迎您来留言互动 我是耶稣敏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